因為疫情影響各國封鎖邊境 導致臺灣的農產品外銷受到影響 而現在正值蜜藻的產季 在農委會還有屏東縣府等單位的通力 合作之下 卻成功鎂合了兩款 號稱是LV級的頂級蜜藻 要外銷到馬來西亞 工作人員忙著將一顆顆又圓又大的蜜藻 裝入盒中 正值蜜藻產季 臺灣蜜藻也成為海內外消費者 春節送禮的常見禮盒 過去臺灣蜜藻外銷日本中國等地 都相當受到消費者喜愛 這次透過農委會等單位通力合作及媒合 也將去年才剛育成量產的台農13號雪莉 首度推向海外市場馬來西亞 珍愛 它本身素質會比較弱 所以栽培上它的果實的 果實的量會稍微少少一點 它不能背負太多的果實 那品質才會拉上來 那雪莉的話是去年才計轉 所以是去年才問世在整個市面上 才開始流通的 所以我們用這兩個最好吃的品種 然後去做馬來西亞的外銷市場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各國邊境封關 使得臺灣農產品整體外銷產值受到影響 但其中水果的部分 像是芒果或香蕉等卻是逆勢成長 除了中國市場受到影響外 美國 新加坡及日本等地的市場 都有兩位數以上的大幅度成長 比如說芒果我們到韓國增加了五六百公噸 到香港增加了一千多公噸 讓產地價格維持在每公斤超過一百塊 所以文旦也是賣得非常好 超過四五千噸 所以在去年即使整個COVID-19的情形下 我們的外銷尤其是水果還是沒有受阻 這次出口的臺灣藻 選果上依大小長度等嚴格挑選出品質最好 號稱LV級藻來外銷 一盒單價超過兩千兩百元臺幣 走高端精品路線 共計出口三點二公噸 而接下來就是高雄十一號 珍密的產季 藻農也期待珍密能成功接力外銷 突破疫情困境 拓展國外市場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屏東報導